父母被官兵欺压二死 留下一个破盆后便撒手人寰 但发现父母留下来的破盆是聚宝盆 凭借聚宝盆每天复制功能 我走上修炼一图 从此靠着击杀欺压百分的官兵 与拦路抢劫的土匪摸尸夺宝 一步步走上飞仙之路 臭中低档 再给你三天时间 要是不把这个月的地税交了 送你去戒炎了 可 可是 月初已经把下个月的交了 还敢废话 告诉你 记住 三天后不把地税交出来 老子弄死你 官兵冷冷地威胁了一句 转身离去 去其他家收地税 少年紧握着拳头 身体颤抖 不是害怕 而是愤怒 一天没吃饭 加上被勾打一顿 身体有些撑不住了 能卖的都卖了 江浩的目光 望向灶台旁边的破盆 只剩下这一个能卖得了 也不知道能卖几个铜币 此时鲜血滴在上面 一道锤看的青光 从盆内闪过 怎么回事 青铜盆为什么会发光 江浩哥 月月 这是我偷我爸爸的 你要赶紧把事凑齐呦 快点吃呦 馒头我刚剩下的 不行 这钱 人呢 看着面前的一枚铜币 和半个铜币 即使被关兵殴打 也没哭得将好 此刻眼中浮现内却 世上不缺 锦上鲜花 缺上的是血装送炭 在这种绝望的环境下 还有人关心自己 那种感觉难以形容 为什么 为什么会突然多出 这么多铜币 他突然想到了父亲 给他讲的仙人故事 难道 这就是仙人的聚宝盆 很快就确定了这件事 激动的心脏 几乎多少跳出来 有了这法宝 他再也不会缺钱 再丢一枚试试 但是过去了许久 里面的铜币都没有发生变 是只能复制出来一次 还是说有时间间隔 这么大拿出去也不方便 家里也不安全 怎么回事 我的青铜盆呢 青铜盆收起 青铜盆出来 果然是宝贝 可以随意收放 你个小屁孩 还知道偷钱了 谁教你的 没人教 我就是不想将浩哥挨打 你 你 你 还有你 黎 李叔说 我是来还钱的 不用 赶紧管 李明是可怜这孩子的 但这世道自身难保 又能怎样 李叔 一枚还你们 剩下四枚 我想买四个馒头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江浩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应付李明 四枚铜币买了八个馒头 还送了一块兔子腿 江浩也不客气 拿了就回家了 一边吃馒头 一边观察聚宝盆 不时往里面丢几枚铜币试验 就这么过了一天 剩下的六个铜币都放进去 突然一道光芒闪过 来了 十六枚 我丢进去六枚 去纸复制住十枚 这具宝盆一次只能复制一样东西 并能复制十倍 还有条件是一天只能复制一次 即使这样 江浩已经很满足 收起青铜盆前往镇子 以后再也不会缺钱 去镇子买点米面和调料 这生活美滋滋 江浩哥 你去哪 去镇子 回头给你买糖葫芦 糖葫芦 哥 不能乱花钱 放心吧 现在哥哥不缺钱 那 那你要是买回来 我给你当老婆 江浩不一会就买完东西 哼着哥往村子来 可当他靠近村子 一股腥臭的味道扑面来 谁家在杀猪 走进村子 整个人都傻了 到处都是尸体 鲜血染红了村子 火焰燃烧 我疯狂地跑向李家 自从父母去世 他们对我照顾有加 算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 李叔 发生什么了 土匪 帮 帮我照顾玉爷 警 警令 哥 有土匪 为什么官兵 土匪 都欺负咱们 为什么 李月月七里的声音 好似一根根钢针 贯穿讲好的心脏 让他窒息心痛 这个村子 好像出事了 还有活人 神 神仙 是神仙吗 居然真的会飞 天生水灵根 好强的天赋 小姑娘 我带你 去修行好不好